第七題,木彎跳彩帶舞時拿著彩帶的手朝東西方向來回震動 那麼彩帶上坡的前進方向不可能是下列哪一個方向 我們知道我們抖動彩帶的時候所產生的坡是一個橫坡 橫坡就是介直的運動方向跟坡的前進方向垂直 我們抖動彩帶就是所謂的介直的運動方向是東西方向 所以坡的前進方向要跟它垂直 所以是可以南北向也可以上下 但是呢就是不會是向東的 因為向東就是表示跟它是平行 所以我們答案呢要選擇的是A向東 所以我們第七題的答案選A